好 这个活动到今天 我觉得还蛮有机会的 我之前常常讲 就是说 怎么到我这边都卖光光了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没机会了 好 赶快把握电话 可以打我们红星智慧的电话 0223709191 好 这个是老K牌 弹簧床会有专人来服务 然后会告诉你 就是有一些地区真的是免运的 你就直接把这个床垫带回家 舒舒舒服 睡上一场这个好觉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把握时间打电话 那希望这个今天有的商品 都可以卖光光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呢 在上半段 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两点钟的时候 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我们2023年房地产的重大新闻 我们挑选了10个重要的新闻 那我们也请到重量级的来宾 所谓的重量级来宾 就是他的体重很重 他的发言也很大炮 我想很多人其实 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留言 那个预告都已经知道是谁来了 那我们在两点钟的时候呢 也会有直播 所以我们一起来搞懂一下 2023年房地产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我们该做怎么样的一个解读 好 我们两点有直播 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也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 这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下下楼 好 今天的本日之最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 就是如果高中 你有同学他没有钱吃饭 你会怎么做呢 通常你都会说 我便当吃不完 我如果没有吃完 妈妈会骂你帮我吃吧 我觉得好温暖 好棒的一个一举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跟大家分享一些 财经消费的新闻 刚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本日之最 其实我相信 社会上存的非常多善良的人 那他们用一种 我觉得默默在帮助别人的方式 我觉得很赞 那这个是一个日本的网友分享的 他说呢 他在高中的时候呢 他有受到别人的帮助来度过难关 然后十年之后 他才发现这件事情 那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呢 很穷 那不一定每天中午都有饭吃 可是他有一个同学啊 每天都拜托他说 哎 我妈妈帮我准备好大一个便当啊 那我吃不完 如果我吃不完 我又很担心我妈妈会很伤心 所以他就说 拜托你帮我吃 那当然啊 那这个大便当的好朋友 跟这个没有钱吃午餐的同学 就变成了好同学 那一直到了高中毕业之后多年 他们还是互相会联络 然后他后来才知道说 他根本就知道 这位同学其实是没有钱吃饭 所以把便当呢 就吃不完分给他 那当然很多网友也说 这故事太感动 太好的朋友了 然后就说深夜看到这个新闻 真的是不是新闻 就看到这一则的贴文 真的要哭了 那有很多人都觉得太感动了 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高中生 他说是真的啦 我其实很担心 妈妈会因为我便当没有吃完 会很伤心啊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善良的做法 常常我们在台湾 我也觉得有很多人在做事的时候 他又说他做一些好事 然后我们就说问问看 我记得我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最感动啊 就是我帮那个好人会管黄大哥 他们募集了一部救灾的车子 那真的就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 而且是长期听众朋友 立刻就捐了一台车 因为当时黄大哥是在救灾 所以有很多灾区的这个废弃物都要清出来 然后再有这个很多地方再把二手的家具 再搬到部落或者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总之在救灾的一个工作 那可是如果你小货车要跑很多趟 那时候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一台大车子 没想到就有听众朋友就说 他你下午来签车吧 那当时我们都半信半疑 就觉得这应该不太真实 后来我的确也见到了 这一对夫妻非常好的夫妻 那时候我们跟他说 请问大名啊 请问怎么样 我们的车子啊要用你的名字啊 那他就说不用 都不用 那时候他跟我讲不用的时候 其实我就 我都快要泪崩了 我就觉得说你出了这么多钱 然后你竟然说不用 他又说 没关系大家都做好事 对那我们就持续做下去 我就觉得我也很受到感动 所以后来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人家问说 啊你要不要留个名字 要不要 我们说不用不用不用 只要大家都接棒 然后努力再做 只要你受过别人的帮助 然后你觉得很感动 那你请你再去帮助别的人 再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啊 好今天看到这个本日之最 真的暖暖的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的角落 都非常非常的温暖 我觉得只要每一个人都做一件好事 你看我们社会有多好 我们家庭会有多好 我们国家会有多棒呢 好我们天气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 今天真的还蛮热的 那各地方的温度有上看32度 好好享受今天的这个天气吧 那明天早上呢 你可能就会觉得冷了 因为呢有冷气团要来了 而且是越晚会越湿冷的 越晚越湿冷的 明天开始呢会是入冬以来最强的 极地大陆气团向东南东来移动 所以呢因为我们台湾在边缘 它主要是在华中啊 华北跟日韩 可是台湾越在边缘 所以其实也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明天北部跟东半部 都会有局部的下雨 中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机会 总之越晚会越湿冷 所以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了 真的你看今天这么热 你很难想象明天就要变得很冷了 那当然现在天气都是白天很热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很凉了 所以衣物的一个增减把自己照顾好 我觉得蛮重要的 该打流感去打流感啊 我昨天还去打了流感疫苗 就觉得手臂有一点点这个酸酸的 就是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这件事情很重要 跟大家先来做一个提醒 好另外就是看到大陆商务部啊 那有公布对台贸易壁垒的一个调查 现在呢 已经公布了 公告了 说大陆啊 呃台湾对大陆存在违反对外贸易壁垒的一个调查规则 的确就是构成了贸易壁垒了 好这个公告还讲了说台湾啊 透过相关法规对大陆啊产品实施进口 好禁止进口的一个制度啦 那这些都很多 都是禁止大陆的东西 啊进口 那违反这样的一个法规 好一点半的 看看台股的表现 台股今天还是年年 不过有开高啦 那大家很关心的音叶达 那么红变绿了 到底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永存投过的分析师李淑芳 淑芳你好 云芳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昨天盘面还大涨了 那这个礼拜看起来都有上涨 今天就会稍微软一点了 为什么呢 疲软一点了 其实台北股市说真的 大部分的投资人应该是看得到指数在涨 就赔了一个价差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就是在涨 刚刚云芳谈到的像系统灭达嘛 他们今天就大跌 对不对 你昨天能够猜到钢铁个股科会大涨吗 没啊怎么可能啊 那你就没有买 没有买的话那只有长线的人有 而且长线有钢铁的人呢 基本上而言应该还在套牢中 对不对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这个行情上面而言 其实我讲真的 如果投资朋友真的觉得很难做 你可以休息啊 股票不一定要天天做 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部分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台北股市在最近 说实在的它的轮动力太快 它已经快到没有办法去跟 而且你如果看报纸做的话 就会被有心人士 都一直在用那个所谓的消息面 譬如说今天就讲 钢铁个股里面中钢董事长说 明年里面来讲钢铁报价暴冲 你觉得董事长会讲出这个话吗 我觉得他不可能 不应该 这样意图影响行情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钢铁个股从最高点就是报纸 他们一直讲 这个董事长说好说好说好 有没有 就一路的下来 因为我觉得董事长不大可能用这种用字 他可能是说钢铁的报价落底 有机会反弹或上涨 他不会用暴冲两个字 因为钢铁不可能暴冲 那个报价 因为中国大陆在通说 落底是因为呢 整个拜席会之后 你看到赏专门的报价在涨 就知道钢铁的铁矿杂价格在涨 钢铁个股会涨 我觉得它会涨会反弹 但是不可能暴冲的原因是 你看现在的中钢 它的报价是亏钱的 你就算它现在价格反弹 它能不能大赚钱 可能明年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一块多了 那一块多的过程 现在的股价是二十几块 所以它已经是二十倍本一笔了 也就是它反弹到二十八到三十 它会有个抗战 它会有个压力 那我另外一部分再举例 某报纸说 昨天说系统 整个宏家冲董事长 要联合联电配合资源 冲IP公司 因为大家看到 那个信心的上涨 跟所谓的创意 还有音乐达 就是说底价嘛 大家不知道 NPIP细制裁 它分很多种 它赚的钱的毛利率也不一样 就看到音乐达这样 他这样一讲 就人家今天系统的一个法说会 就直接电 电那个报纸 电了说 我根本没有这么说 那请问 那报纸上面说 董事长说的 那是谁说的 那是记者说的 就今天杀的快跌停 因为他昨天法说会就否认 宏家冲董事长说的 所以我觉得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这个盘面上面 我觉得轮动速度太快 所以你要保持三层的现金部位在手上 你看好的个股 譬如说你看好半导体 哪些的个股 你到中线的支撑上面 你去买 你不要随着盘面上面走 到最后你可能手上股票会变二三十张以上 所以这个时间典费 就是电子个股 你锁定半导体 那非电你要买原物料 我不反对 可是你要很有耐心 除非你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 就可以从此一杯而上 如果你认为不是 那你就是慢慢买 而且他的走势 就会跟赏装轮一样 走个两三天以后 他就会休息了 那至于在选举概念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整个一个基电类 其实上个礼拜已经爆掉了 当天成交量高达百分之二十几 我倒觉得不一定要再去买了 那你可以反而可以留意 新台币升值的概念个股 叫内需型的概念 可能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可以留意一下 寒假的概念个股 譬如说观光饭店 整个旅游 这一类型的个股上面 我觉得台币升值对他们是有利的了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买这一类型的个股 可能还要观察一下 资金的流向比 如果都还在电子 那就没有用 那我觉得台币股是在目前来讲的话 轮动收入度太快的过程 跟不上 那你可以休息 不然的话 你就是资金切割 慢慢买你喜欢买的股票 可能会比较符合盘面的架构 我们喜欢的股票 是因为它未来会涨 那现在看好的类股 你看好哪些呢 其实我还是看好半导体 我还是看好半导体 就是从细致材 到IC设计 到今年代工 到工装测试 细体也还是看好 但是问题就是来自于说 这个盘面上面你乱追 你不一定好 可是我们那时候 讲的一些高价个股 又不是一般听众朋友 你可以买得起的 像我们那时候 一直在讲联发科 从700多下 现在快1000块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台币股市就M型化 要么就很低价 要么就很高价 可是很低价 都是业内主力牌 它现在里面 它可能想了一两天 就休息完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之中 电子个股 我还是看好半导体 记忆体 然后AI我还是看好 可是整个传产原物料的部分 我看好落底 但我不认为会暴冲 你可以慢慢买 那金融个股也可以慢慢买 还有债券 你也可以慢慢买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都是新台币升值美元贬值 明年可能要降息 它可能比较能够受贿的族群 对啊 现在问题真的是指数 真的都是开高走低 然后类股轮得好快好快好快 对 其实你仔细看 就算是台积电好了 它其实也只是撑在这里 对 它尖尾盘其实才拉上去的 对对对 所以我说大部分的股票 其实大概就是除了 像创意四金 这种比较异常的 但其实你大部分都赚不到 还有所谓的联发科 还有所谓的加者 可是为什么他们这些高价股会涨 会涨得动 因为没有散步 没有业内主力 所以从马就比较干净 那我觉得另外一部分来讲 也可以留意一下车用 不过车用在目前唯一的麻烦 就是它跟电子个股一样 如果你是销售到欧美 会有汇退损失 像AM的部分 本来应该业组不错 可能会有汇退损失 我就比较难做 所以在这个区块里面来讲话 你还是可以稍微去做一些的一个留意 车用半导体 原物料的落底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色线硕化也可以稍微留意 例如说华夏这一类型的 因为油价比也对他们有利 或是台数 可是这种都是很温和的 那我觉得在目前的台北股市 我个人认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做结构性的调整 才有一定的一个机会 好 了解了解 非常谢谢我们永存投顾的分析师 李鼠方 谢谢鼠方 好 我们看到刚刚加权股价指数 已经收盘了 那么指数收在17673.87点 那么在尾盘是小涨20.76点 尾盘其实有往上拉一些了 成交金额是4392.07亿元 好 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那么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还是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我们在两点钟的时候 会有大炮击的人物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我们2023年十大房地产新闻 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当然房地产的 不管是政策 或者是一些观察 都会延续到2024年的 所以怎么样看看 这一年发生哪一些的大事 我们待会都可以一起来观察 我们两点的时候也会有直播 所以大家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那么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一起同步的来了解一下 好 国内我们先来看看 就是通膨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有看到这个中央银行的总裁 杨金龙有讲 他说这一次的通膨 其实发展比较复杂 而且是特殊的 那过去我们是低利率 低通膨跟低成本 但现在这个通膨 其实慢慢的也引起了 这个央行的注意了 以前说实在的 都是民间先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 然后官方的说法都会说 跟其他国家比 我们还算正常 我们目前看到都是可控制的范围 大概如果你看到官方的说法 跟态度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不过这一次倒是有看到 这个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 他有讲了 基本上也是因为联准会 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 他有先讲了 所以呢 这个杨金龙总裁说 也要严肃看待这个问题了 这一次的通膨是复杂 而且是特殊的 主要是全球的供应链呢 碰到结构性的这个变化跟冲击 所以进入了碎片化 也就是说因素很多了 比方说气候变迁 地缘政治这些风险 那另外就是一波一波的来 大家都会认为说通膨都是一阵子 那一下子提高一下利率 那应该就给打死通膨了 但现在没有想到 这个通膨呢 看起来会比较是长期的 所以对付高通膨 那的确是有一些压力存在的 那当然杨金龙有讲 他说央行会持续的留意一下 变化跟好好的研究 好 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在股市分析的时候 有提到 就讲说 刚刚我记得鼠方讲说 这个中刚 这个高层有讲说 明年 这个明年中刚 可能是用喷的 但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是中刚的业务副总 业务副总 他有讲 他说如果俄乌跟尾巴战争结束 然后战后重建体裁 浮上台面 明年可能用喷的 我很有信心 对我们刚就讲说 如果你是董事长 或总经理 当然不宜讲 这样的一个话 那如果业务副总 就有可能 做业务 你要看到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 那么的一些看法 美国的钢价在10月份 这个是这位业务副总讲的 在10月份起涨 欧洲也在动了 那只要外销订单 接得很好 这些钢铁业 应该都还蛮不错的 那另外他也讲到了 就是这个螺丝 手工具 这些集单 是慢慢回来的 那他有提到 要注意大陆市场的变数 因为刚刚我们分析师 李蜀芳也讲 他说你可能美国还不错 但大陆呢 大陆可能是不好的 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呢 是中刚这位业务副总 刘敏雄也有讲 需要注意 大陆市场的一个变数 那么现在看到 大陆钢材的出口 可能会上达9000万公顿 跟往年的5、6000万公顿 相比的话 这增加太多了 那大陆的低价钢材 往海外的串流 那严重打击国际的一个钢架 不过刚刚鼠方讨论的是说 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复苏的话 那么自己国家就会需要 这个钢材了 那需要钢材 供给跟需求来讲 你只有需求上升的时候 那么价格才会跟着上升 好 那上 就是上很多上市的钢厂的主管讲说 中刚昨天的新盘价 有为有守 反映一下当前的一个热矿 但是这一波的 钢材的一个市场 低迷拖太久了 如果涨势能够延伸上去 对于市场的信心是更有帮助的 那整个上下游呢 就会共赢荣景了 也就是标题是下 钢市睡醒了 明年可能用喷的 这个 你中钢日上市公司 你可以对你的景气来做一个评论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在描述的时候 尽量用正常的文字 不用用太多的形容词 我在学校教学生 在写新闻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讲 不可以用形容词 对 你用形容词 你难免就会有一些 你可能没想到要误导了 就像我常常跟学生举一个例子 我就说前 就是前方走来 一位留着长发的女性 就是过马路 跟前方有一位穿着暴露 这个体态 这个妖娇的女子 迎面走来 你想想看 你用了多少的形容词了 你用暴露了 体态妖娇 那你对他的形容 是不是开始有贴一些标签了 所以过多的形容词 通常都会让我们增加一些误解 所以你说像喷的 这种形容词的确 比方说如果你接到单子 或你看到景气的一个回声 我觉得这都可以 像一般我觉得 真的是集团大厂 比较不会用这样子的 这么激烈的形容词来形容 当然我们就观察一下 就观察一下 好 另外我们来看看 就是在2024年 他们说不管是航空 或者是海运业都没有淡季的 因为海运业的价格是上涨的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现在是财报的空窗期 而且我们又要再展望明年 大家对于明年的期待是怎样呢 当然希望明年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这就是我们会好好活着 努力活着的一个关键 所以现在大家有很多的预测 而且很乐观 大家要保持心情平静 才有办法去做观察 好 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国内外重要的新闻了 好 大家还是很关注 就是那费的什么时候降息 其实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我们台湾投资人 真的也是过度焦虑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都会希望大家 就是在投资的EQ跟IQ 都要提高一点 那对于投资的这个知识 尝试 胆识 都要慢慢的一个建立 可当你资讯太多的时候 你一直在犹豫 像我最近 大家有一些 这个在外面演讲 或者主持的活动 很多人都问我说 这个联准会到底什么时候 要降息 那坦白讲 我当然的回答 当然是不知道 当然我有看 就我每天都有接触到 很多这个国内外的 一个这个券商的一些报告 那当然看法的话 越来越比较集中在下半年了 我记得在差不多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都会说 今年底就要降息 那事实上没有 那到今年中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券商报告 都会说明年第一季要降息 那也没有 我现在看到比较具体的一个 这个就比较有点一致性的 大概都是明年的下半年了 好那猜这个有意义吗 我坦白讲了 以联准会 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联准会 这么多次的这个升息 或者是说五步升息了 那么来影响到 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 那你就会想说 那降息如果你知道 他什么时候要降息的时候 你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吗 你知道什么动作 那你对那你关心 他什么时候降息 要干嘛呢 好 我讲真的 我们资金没有非常 这个大到一个爆炸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去赚 那个债券的那个甜蜜点 那个甜蜜点呢 就是因为在升息的过程当中 这个债券的价格 当然就是往下走的 可如果不再升息了 不再升息了 要降息了 要降息的时候 那价格就会跳上来 好价格跳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说 那你就可以去赚那个价差 你就有个甜蜜点 那也要钱够多 钱够多 你可以赚到这个甜蜜点了 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钱 多到一个爆炸的 那我们就会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也就是说你要留意一下 比方说你手上的共同基金 那你的ETF跟同类型的比 我们讲资产配置 其实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你觉得 全球的这个股票型 你有没有 科技型涨这么多了 你有没有 那台股还不错 你有没有 对不对 那大家会认为说 我债券买了 可以 你债券ETF买了什么 那你现在是解套了吗 还是小赚了 我觉得你应该琢磨在 你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 去检视一下 我有没有过度集中 而不是来问说 到底什么时候 其实很难讲 对不对 有人说最快三月 有人说有三码 也有五码 也有六码的 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联邦的资金 这个利率的一个市场 像高盛就说 明年三月可能就会降了 那全年 全年会降五码 然后摩根大通说六月 大概会降五码 巴克来说也是六月 大概降三码 德意志也说六月 大概是六码 那刚刚讲了 高盛讲三月 就是明年第一次降息 会落在什么时候 那就猜 那你觉得他们会有 这个内线吗 不知道了 以前是因为说 很多的官员 退下来之后会去高盛 所以有很多人 会去看高盛的一个报告 但你说退下来 就不是官员了 那他能不能够知道 到底是什么时候降 像高盛就预估费的 会在三月五月六月 连续三次降息 每次各降一码 说实在大家也都在猜呀 那我们不需要跟着 他什么时候降 我们什么样的动作 各位你们买的这个 这个债券或什么ETF 也大概是今年初吧 因为墓最多 大概今年初或今年中 今年中 甚至还有去年的 还有去年的 所以你大概没有 我坦白讲 就一般人去持有这个债券 要去买到那个甜蜜点的时候 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 因为比较困难的 你说这些发行债券的 这个发行券商 他们也在做研究啊 那他们也在抓 抓了一年 也还没抓到 好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了解一下 好 就是说 哦 明年可能会降息 然后什么时候会降 但你其实不用太去执着 到底什么时候会降 用猜的 不准 摸着石头过河 会比较准一点 自己有的投资组合 看看配置上 是不是比较一个 稳健型的 要留意一下 那这些东西 就会让一下 别人们来说 咱们来说 不要再说 不然 谁就会 是 咱们来说 那些东西 都还找到了 咱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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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